中超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争挂关键阶段,广州恒大目前也只是相差上海上岗四个积分,加上双方还有一场直接对话,可以说,恒大争取联赛冠军希望还很大。 不过,就在此时,关于恒大的一则消息却被曝光,引发了不少球迷的担忧,这就是在中超狂近期十一球的巴西球星高拉特,被吐槽豪门看中的报道,无疑令人担心不已。 近日,土耳其的媒体Katakissi表示土耳其豪门贝希克塔斯,将高拉特是为了球队的引员目标,球队一旦无法引进,目前效力月因超而复顿的前锋脱松,就会将目光转向中超广州恒大的超级球星高拉特。 而该媒体还坚称,高拉特在中超遭到了广州恒大的弃肉,所以高拉特完全有离开中超加盲欧洲近旅的可能性。 毫无疑问,高拉特目前在广州恒大的作用和能力,都不如下季,加盲的巴西终结场球星塔利·斯奇尔,甚至不如重返恒大的巴西国家保利尼奥。 但是高拉特在恒大做出的贡献,却是由目共睹的,很长一段时间,高拉特都是凭借一己之力,扛着广州恒大,在亚冠河中超赛场前进。 他对于球队的忠心以及兢兢业业的态度都值得肯定,而之所以土耳其媒体有着引进高拉特的想法,主要在于最近高拉特在恒大的出场情况。 由于最近二场中超联赛,卡纳瓦罗都选择使用阿兰与塔利斯卡保利尼奥进行打档出场,而高拉特则由于伤并没有进入名单。 因此,土耳其媒体认为,高拉特已经遭到了卡纳瓦罗的弃用,甚至罗维球队的第四外援。 不得不说,高拉特的进球效率仍然有目共睹,而他对于恒大乃至中超的熟悉程度都是其他外援无法比拟的。 在中超效率期间,高拉特已经有71个进球,这样的效率可谓称目结舌。 不管这次欧洲媒体的报道是否属实,都希望广州恒大一定要留下这名功勋外援。 他的作用已经不需要时间来证明了,老球中超球平。